2019年全球教师奖出卢乐 得奖者不是来自拥有优质教育体系的北欧或已开发国家 而是来自肯亚天乡老师塔比奇 尽管他任教的学校资源不多 但是他鼓励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更是捐出了自己八成的月薪 只为了帮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张开双手接受全场欢呼 来自肯亚的偏乡教师塔比奇 从一万多名候选人脱颖而出 获颁第五届全球教师奖的殊荣 塔比奇凭着牺牲奉献努力 和对学生才能的热情获奖 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 相当约三千零八十八万元的台币奖金 今年三十六岁的塔比奇 服务的学校多是孤儿或单亲家庭 付不出学费还有严重的辍学 未成年怀孕自杀问题 而且学校设备也很差 没有实验室 图书室 只有一台电脑能让学生使用 多年来他每个月捐出薪水的八成 改善学校环境 塔比奇鼓励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参加比赛 学生也不负所望得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奖项 塔比奇在课余时间还教导学生家长 对抗旱灾的耕种方法 改善贫囚家庭生计 过去四年学校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 塔比奇这次获奖 坑亚总统坑亚塔也透过影片恭喜他 记者王子欣无期长报道